新北市政府科技漸警再升級 入口常見的監視器自108年底 已將3800具導入車牌辨識系統 在成果發表會上獲得副市長謝正達大力讚許 新北市警察局犯罪預防科科長林泰玉表示 此系統只要輸入車牌號碼搜尋 就能分析行車軌跡 而其中的原型查詢跟車流量查詢兩大功能 更是全國首創領先五都 這個入口有沒有監視器 右邊也有監視器 那剛好我們來兩個撈資料來比對說 剛好這兩部車子都經過這兩個地點 像我們車的電視還有一個 他只在側面經過 在撈得到車 撈側面都像我們側面 可是如果現在橫向經過 剛好在角落撈得到車 我們信的話是可以比對得到 而向十字路口特別讓警方頭痛 因為無法確切掌握車輛走向 過去要逐距掉跃 現在只要幾秒鐘就能迅速追蹤 掌握黃金時間 大幅拉高自然防線 傳統叫監視器來講 假設一個十字路口 那我們傳統監視器 如果要掉的話 十字路口出去 大概不是向右轉 向左轉 向前走 你要去拆 它到底是往前走 往右轉 向右轉 所以我們車牌補機 調進去 插 敲進去 然後趕快幾秒就能出來了 統計啟用資金短短兩個月 援金實用已經高達16萬人次 新北市政府規劃到111年 將擴充至6000具 結合科技降低人力成本 增加辦案效率 隨便聽新聞 板橋採訪報導 下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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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